很多人问我目前华健北手机到底是什么好听 天天听人说大崩盘大调价 40究竟是怎么样 实陆分析告诉你什么材质怎么想 现在拿着我手里两台插死麦克斯都是纯无数版的亮机 白色当口老板给我是2250黑色2150 都过去这么多年的机器呢 像这种90多的电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找 但是呢 性价比的话 你们说的算 有些人还是原因能接受 给大家看一下12pro多少多少 三件事啊 有那么高啊 大家听到没有12pro无所版的亮机128G电键里面有100还要3400 我想了一下性价比真的很一般 但是有需求的人他还是会要的 我个人感觉目前来说 也不是什么入手的好时候 有手机用的话尽量不要买 这已经是我拿下来的无所版11pro256G外观的话可以达到 95星左右啊 在2550 当然 如果你要外观再旧一点的话 可能在2450左右也是可以搞得定 目前这种进行的话 性价比就是在这个行情 现在拿下来的是三台14promax无所版的ET都已经开好双卡了 相对比国行新机要12000左右 而这一台金色是7650 银色跟黑色是7750 可以省个4000左右 还是有性价比的 现在接下来的主角 今天我拿了很多13pro128G 这些其实我都盘下来了 看清楚没有 这些都是128G无所并且电池旋律都在98 99 100的 我们仔细来看一下像这些机型的电池旋律充电次数基本上 是100的全部原装的机器 盘口老板都是打电话叫我过来拉的 这里面有个六七台吧 我准备给他全部打包拿下 13pro目前来说 性价比还是有的 它的讯航能力比12pro好 它的拍照 它的高刷 它的tpu 这些都比 12pro好很多 像这种13pro我们完完全全有理由给他拿过来 打包放进口袋里面 当然打包的行情 我们拿下来是在4800 这是电效率比较高的 如果你要电效率低一点的话 可以 便宜到一到两百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要正品品的话 可能更便宜 关键 这是全原装的 夜幕降停 由于时间关系 该拿的货 我们基本上已经拿完 来到大门出口 电动车停的这么多 不得不说 华江北的年轻人真心 来到小吃店 准备吃一碗猪脚换 结束今天的拿货工作 我在华江北 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话 可以来评出 我们怀着梦想 继续为大家前进